日月潭 月崖湾 天时眼泪在线 蓝天白云 潭面反射倒影 如同一面明镜 出现了天空之镜的难得奇景 这几天的早上因为 晚上或者傍晚有下过雨 早上来都会特别棒 游客把握时间因为中午过后 下起大雨 日月潭水位进步 美景回归 与今年二月枯水期相比 当时水位下降 露出一整圈白色历史 如今水位上升 历时没入水面 剩下绿草围绕 蓄水量达到97.3% 距离满水位只剩40公分 目前日月潭的水位 已经恢复到湖关山社的水位 对整个月景观来讲 帮助非常大 尽管如此 但南部水库依然还没解渴 迹象局说 周末将有第五波封面报道 另外第三号台风 古超台风生成 不排除变成中台 将一路北转 引进西南季风带来雨势 还是要留意这个DR带里面 会不会有一些热带劳动的发展 或是一些中尺度的DR发展 并且靠近台湾 周五开始 全台天气出现剧烈变化 进入美与旺盛期 是否成灾 在严加戒备 记者综合报道 我是陈继根 从采在风灾的摊方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道科